哈囉哈囉 現在有人看得到我嗎 看得到我跟我說一下 聽得到我的聲音也讓我知道好不好 哈囉 有人看得到君君嗎 哇 感覺好像要下雨了 喔哈囉哈囉 哈囉哈囉哈囉 這個是誰 樹黃 那有聽得到我的聲音嗎 聽得到聲音嗎 可以齁 好 因為我現在有點找不到 欸 這邊有人搭車 我現在在高雄 在高雄了 哈囉 又會 哈囉 好 幫我按讚分享喔 幫我按讚分享 欸 我今天打扮這樣子 有沒有比較像柯南 看到了齁 好 聽不聽得到我的聲音 今天我沒有用藍牙耳機 哇 聽得到嗎 哈囉 滿天心 材料 哈囉哈囉 我先來問個路喔 請問一下三多四路是不是在那邊 左轉 三多四路是左轉 喔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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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有聽得到就好 好 太好了 那幫我按讚分享喔 幫我按讚分享一下 那現在我已經到了高雄 哇 我真的是很熱血欸 我昨天回台北 然後 早上就很早起來 睡不著 因為我一直在想 昨天不是有一個大姐嗎 大姐不是去吃香蕉餅 好 然後大姐去吃了香蕉餅之後 好像在那邊有點情緒 有點激動 然後還有 罵人對不對 對啊 那她為什麼情緒那麼激動 因為店家要罷免韓市長 要叫她簽罷免韓市長的連署單 那到底為什麼 要罷免這麼好的市長呢 雖然我覺得大姐有點激動 那她 那她有罵人是不好的 可是 那為什麼 對啊 我也覺得奇怪 大姐有問到重點喔 那為什麼要罷免這麼好的市長 所以我們今天就一起去看一看 那當然我們去 也不是要去跟人家吵架 我們去 也不期待 也不可能改變她 但是我們去呢 是希望聽聽不同的聲音 到底是為什麼 聽一下不同的聲音 那也讓 這個店家看看我們 聽聽我們韓粉不同的聲音 我覺得這就是溝通嘛 對不對 而且我感覺好像就在前面了 它是三多四路的21號 好 那幫我按讚分享喔 對啊 因為我真的很好奇耶 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我覺得大家還是要多溝通啦 畢竟 社會如果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這個對立仇恨喔 那真的是挺不好的喔 欸 我好像奇怪喔 欸 我是不是走錯啦 我來問一下喔 為什麼這裡面有21號 應該是三多四路 好 我來問一下 欸 我可不可以走錯了吧 是嗎 那一家店 那一家香蕉煎餅是 應該是三多四路吧 好 我來問一下 欸 哈囉 妳好 請問一下 我要找那個香蕉煎餅店 在哪裡啊 它不是三多四路21號嗎 所以這裡是L7耶 那它是在大圓板裡面嗎 是嗎 是嗎 它就是有罷免韓國瑜的 這個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沒有用 因為我們沒有用 他馬上說 靠近八五大樓 欸 現在 有人可以給我正確地址嗎 因為給我正確地址 我坐車去都沒有關係 你們知道在哪裡嗎 我查了廣德加啊 明明就是廣德加 哈囉 小米 麗田 有沒有人 四郎 哈囉 有沒有人可以給我正確地址啊 哈囉 哈囉 see you 正輝 好 沒關係 那妳就是放免更加堅定 那我們去問問看到底為什麼 我要去廣德加的香蕉煎餅 在鹽城 有沒有地址可以給我 我現在馬上找自行車 我不想改變他們 神兵 我不想改變他們 可是我覺得我一定要去聽聽看 到底老闆是為什麼 在鹽城區 好 我現在馬上坐計程車過去 你給我地址 有沒有人可以幫我查一下地址 我現在路邊攔個計程車 好 加油 好 加油 我們現在路邊攔車啊 好 喔 大泳路21 好 我真的好笨喔 我真的好笨喔 哈囉 哈囉 大泳路21號 好 沒問題 我現在在路邊招車 欸 前面有計程車招呼站 我真的很笨喔 對啊 好 那你們一起陪我坐車過去 好不好 然後順便幫我按讚分享 大泳路21號嘛 嚴城區嘛 對不對 現在有媒體在那 不會吧 對 大泳路21 媒體還去那邊幹嘛啊 不會 我們去不是要跟人家吵架 我們也不是要去踢館 可是我們想要了解一下 聽聽看不同的聲音 然後也給他一個機會 讓他聽聽看 我們為什麼這麼樣的堅定支持韓國瑜 我真的很希望 聽聽看老闆到底是為什麼呢 對不對 罷免輸 就不用錢 哈囉 有在在客嗎 我來 好 我要去嚴城區 好好 好 嚴城區什麼 大泳路21號 好 好 好 謝謝 欸 可是問獎我先說喔 我在直播喔 我是韓粉喔 韓文可以 可以齁 我怕等一下坐車被丟爆 不會啦 可以齁 謝謝 韓文好啊 剛好養65歲了齁 剛好65歲了 那是郭台銘 韓粉是韓國銘 沒有齁 郭台銘是 到6歲 對對對 他是0到6歲 對 我66歲了 我還沒領 欸對 你66歲了 對啊 都沒領 連一毛錢都領不到啊 欸 其實老人的照顧齁 更重要 看他會不會當選啊 所以你也是韓粉嗎 我就二叔囉 就二叔 上次 市長 我也是 送給 韓國銘 也是投給他齁 你現在對市長 要去選總統 你的感覺 你覺得贊不贊成 很好 對不對 他的政策很好啊 真的是謝謝高雄人喔 讓出韓市長 這個是大愛耶 對啊 你那時候走過去我就有看到囉 真的喔 對啊 這個真的是大愛喔 到時候也可以帶給高雄更大的建設 而且全國的人都感謝高雄 所以全國的人一定都會幫助高雄 至少我就一定會常常來旅行啊 欸 你那時候 大永路幾號啊 21 那邊不是有一個香蕉煎餅嗎 香蕉煎餅 你不知道齁 昨天有韓粉在那邊罵人嘛 那裡喔 上了新聞 對 我現在也要去看看到底為什麼要罷免這麼好的市長 我想去問問看那個老闆 對啊 看看到底是為什麼 看他有沒有辦法把我說動 有沒有辦法把我們現在線上的這個直播的中間選民說動 那你是韓粉的屬中的咧 大永路25號 好更正25號 我是始終韓粉 那我也不是盲目的支持啊 對啊 對不對 他當然是有看到他很努力 然後為高雄做事 這麼的辛苦 再加上他很有良心 又不貪污 對啊 是不是博物特區那裡 嚴城區 嚴城區 大永路我是到25號 25號 有人在問迪士尼在哪 要搞清楚 有時候意見不是政見 不要那麼過分 好不好 人家講意見 不代表就是要實現的政見 可是我們提出來拋磚引玉 提出來一個想法 是很好的 對啊 而且 之前韓市長也有說阿諾鄧子希 人家這麼辛苦的去接洽 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那人家不要來怎麼辦 那些明星不要來怎麼辦 講白冰冰又被你們罵 對不對 那現在又年輕的波特王啊 什麼的 都很不錯 欸 落跑 大家都說落跑 可是在這個時候 戰士是沒有辦法選擇戰場的權利 這個不是落跑啦 他要選總統 對對對 問講你講 選總統大家都說要落跑 那你怎麼看 落跑是沒有速度 跑到國外去是落跑 喔 問講說沒事做跑到國外才叫落跑 對啊 就是亂跑啊 亂跑 對啊 這樣才是亂跑啊 好 對柏二 問講柏二沒錯 柏二附近 對對對 柏二特區附近 你看網友真的 網友都很 欸啊 問講 那我這裡是大圓百是不是 對這裡大 因為我等一下還得回來 喔 你車停這裡 我車停這裡 我找錯 我以為是這裡 笨死了 真的 因為在這裡 其實會塞車啦 你要回來 會塞車 你回來 你要不要等我 你也可以等我 你等我就直接再坐你車回來 我是怕你不能停 那你不好停車 沒關係 你有名片嗎 我跟你拿名片 我跟你拿名片 對我等一下回來再坐你車 這樣也可以 對啊 這樣子不錯啊 我大概待個30分鐘 喔 30分鐘 他要是不歡迎我 我兩分鐘就出來了 哈哈 不歡迎 對不對 對不對 對啊 苗頭不對就酸 對啊 對啊 你怕 你如果 危險 你就 落跑了 不會危險啦 我一個女生 客客氣氣的 我也 對啊 會對你怎麼樣啊 不會啦 他對我怎麼樣 我也笑嘻嘻的 我也沒有攻擊性 不會啦 我覺得台灣人都很善良的 對啊 應該是不會的 對啊 不會的 可是 我問到很多人喔 問他們 欸為什麼 欸你支持誰 很多人 他們講的可能是什麼 蔡英文也好啊 隨便啦 隨便支持誰都好 都講不太出所以然 對啊 那這樣子 這樣子不行 我要去告訴他們 我為什麼支持韓市長 給他們一個機會 讓他們聽聽看到底是為什麼 對啊 你用心欸 沒辦法 你看我們現在台灣 問獎 我下禮拜喔 要去菲律賓工作 對啊 欸 要離開台灣 我要去菲律賓工作 對啊 在菲律賓喔 你都可以看到很多台灣人 在那裡工作喔 我到時候再開直播給大家看 那為什麼菲律賓這麼多台灣人工作 你知道嗎 台灣人 比較便宜啊 啊 台灣人 對啊 台灣人便宜 在那邊都是 已經變成台勞了 你看我們多難過 多揪心啊 啊 菲律賓也是很多來我們台灣工作 喔 對對對 但是我這一次是到菲律賓的展場 對 比較不太一樣 不是做那個勞工的那個 對 欸 比琳 她不愛名如此的話 我也很想要請問你 現在檯面上 你覺得誰最愛人民 喔 你說誰最愛人民 對啊 因為有人說韓國瑜不愛人民嘛 那請問到底是誰 大家要知道耶 這個粉身碎骨 真的不是一句口號而已耶 什麼叫粉身碎骨 難道韓市長不知道他這樣子挺身而出 難道他不知道他會受到鋪天蓋地的打擊嗎 他當然知道啊 全世界都在打他一個人耶 這就叫做粉身碎骨 他為什麼這麼有勇氣 因為他不出來 他覺得他 他很難去不去承擔你知道嗎 因為人民很需要他 人民很希望他能夠站出來 他責無旁貸了啦 他也不忍心拒絕我們 對啊 而且問講你覺不覺得台灣這麼亂 我們民主社會 少數服從多數 結果 多數的當選了 少數開始要鬧 對不對 少數一天到晚搞罷免 一天到晚要鬧 這樣子不太好吧 哈囉 如 警信 喔 看到警信在說 你覺得台灣會比香港還慘 慘什麼 我感覺啦 對 文將你說 你參考一下 好 現在台灣人喔 我感覺喔 這一季我應該要廢掉 廢掉什麼 說這一季寒淚投票 我看這個 講這一季我不對啦 文將說 講寒淚投票是不對的 寒淚投票 你什麼 立的就是要投 藍的就是 立的就是 立的 藍的就是 因為你要看能可以的你就跳出來 你要投給他 要投給會做事的 對啊 對 你不要說你綠的還是 藍的還是紅的 你 他沒做 你也是要寒淚投給他 不要分藍綠啦 對啦 要投給會做事的 對啦 我感覺這一季話要跪掉 當然 當然 幫我按讚分享喔 欸 文將我還碰到那個 說投蔡英文 為什麼 因為她是女的 我還有聽過投宋楚瑜 為什麼 因為她是雙魚座 她這樣子很危險耶 尤其投總統對不對 投總統一定要投一個會做事的人 如果你是憑自己喜好喔 那真的太危險了 對對對 你講這樣是對 對 不要還有在含淚投票的 要笑咪咪啦 你要給誰就給誰啊 要笑咪咪投票 不要含淚投票 好 剛才有人說摩天輪 摩天輪我記得市長好像說八月份有一個評估還什麼 我覺得大家話不要說那麼早 因為市長上任才半年耶 才六個月耶 然後摩天輪八月就要評估了 那請問一下摩天輪如果蓋了以後 我是不是要來找你 你是不是要出來道歉 對 對不對 你很有趣耶 對阿 對阿 不要說太早了 而且我覺得韓市長是非常的這個有規劃性的喔 例如他一開始照顧農漁民賣水果 這個是我們的民生經濟 他先把它弄起來了 再來帶著觀光人潮 觀光產業發展觀光 接下來就是這個這個這個叫什麼 產業發展 要有計畫性的一步一步來 那我想請問大家 現在清淤 鋪路 製水 防疫 有沒有做的比較好 你摸著良心講喔 你不要因為個人的喜好 我前兩天訪問到了兩個學生很棒 高雄的 正修的 他們非常的棒 他們雖然不支持韓市長 但是他說路真的有比較平 然後這個水真的有退的比較快 清淤 路平 他覺得真的還不錯 那這樣就是比較中立客觀的一個講法嘛 儘管你不支持 但是你要憑良心講話喔 你昨天就來喔 我昨天有來 對然後今天又來 那你住哪裡啊 我住台北 我住新北市 那你坐高鐵來啊 我自己開 我開車我跟家人一起 開這麼遠啊 開車太對啦 應該要坐 應該要坐高鐵齁 應該坐高鐵 沒關係 因為我 因為我後天要去南投了 所以我就直接從南部再過去 開車是比較方便 對啦 但是比較累 我比較方便 對 好 我們現在這邊 欸這邊已經快到囉 已經快到囉 好 我們去一下 因為我剛剛看到他寫延塵啦 對啊 這裡到了 對 好 欸其實你們知道直播最累的是什麼嗎 直播最累的其實是拿這個自拍棒耶 拿這個自拍棒真的好重喔 我每次在播的時候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我是全身是濕的 然後全都是汗 啊你不會買比較輕的 輕的就是不穩啊 所以我們就還是 對啊 這樣手很痠喔 這樣手還蠻痠的 喔練背力 你有練過啊 也不是說有練過 只是說 只是說 因為我這個 我這個直播的平台啊 很多中間選民 啊我覺得 中間選民可以聽聽很多不同的聲音 然後來做一個公平的判斷 那不要老是只是看剪的影片 欸我就是因為這樣 然後每次又有很多的網友支持 所以大家很喜歡看 然後我也覺得 我好像可以為韓市長說一點什麼 就讓我覺得更想去做 對啊 現在到哪裡啦我看一下喔 這邊是公園二路 過去那邊就到了 過去那邊就到了 已經快了好不好 然後 聽說香蕉煎餅不是有罷免書嗎 欸我帶了我們韓市長的政績宣傳單 我跟他交換好不好 我不填罷免書 但他一定會看到我的政績宣傳單 好啦不要鬧啦不要去踢館 好那大家都幫我按讚分享喔 幫我分享出去喔 然後等一下聽聽看 到底老闆在想些什麼 為什麼要罷免這麼好的一個市長 這麼認真做事 可能這裡啦 我看到警車欸 是怎樣 對啦這裡這裡 好來問獎謝謝 好謝謝 就是25號嗎 欸就是這裡欸 對這裡對 哎呀這裡真的有警車欸 問獎不用找了 謝謝啊 欸你要不要給我一張名片 我可能會等你啦 好好好謝謝 我那個地方叫大圓柏 好謝謝 好了我們現在到了 欸那我先來問一下 為什麼這裡那麼多警察啊 警察先生你們在做什麼 為什麼這裡那麼多警察啊 欸欸欸欸 欸不懂欸 你看為什麼這裡這麼多警察 欸香蕉煎餅在排隊欸 好 這應該是香蕉煎餅的一件事 請問你們在排隊嗎 都已經全部賣完了 全部賣完了 賣完了 賣完了 早就賣完了 連飲料什麼都沒 對 香蕉煎餅賣完了 對 可是 那邊還有好幾份啊 沒有那是人家付錢還沒來拿的 那老闆明天幾點開老闆 沒有一下 明天店休 明天店休是不是 只有六六 對 所以拿罷免書過來的話 是免費嗎 對 喔現在拿罷免書也沒有免費了齁 對 拿罷免書過來就是免費 好那就是正常價格嗎 應該啦 其實做生意的不能完全免費 至少要 好 了解了 那海粉是一千嗎 可是你們都沒有耶 那你這三分不能賣給我嗎 不行喔 所以可以打電話來訂是不是 好 那老闆我可不可以問一下齁 那你們像做這樣子的活動 受到很多的響應嗎 好沒有 好沒有沒有我在直播 我們就是還蠻好奇的 那沒關係不要照到你了齁 那可是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那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活動 你的一個理念是什麼 真的嗎 可是都不能跟我們講一下是為什麼嗎 因為老闆我跟你講我是模特兒 我這個平台有10萬人在看 所以你的發言很重要 因為你可以告訴我們這些中間選民 到底為什麼 真的真的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 對 而且昨天昨天有人來鬧對不對 對 有韓粉在這邊 他當然有你很激動嘛 對 對 對 好 那我們不要照到你 你跟我們說可以嗎 對啊 願不願意跟我們說 因為這個平台有10萬人的粉絲 然後這是模特兒的工作的平台 所以大家就是因為看到昨天西魂 就是路人好訪問路人是不是 好吧那今天我沒有香蕉煎餅吃了 可是我們真的很希望能夠知道為什麼 好所以那我們來訪問一下路人看看 哈囉所以你們剛剛有買到香蕉煎餅嗎 有 有 吃到有幸福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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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君君 對 我們 不是不是不是我 我這個 對對對 我是這個模特兒 所以我們這個平台大概有10萬人 對那我們就很想知道 香蕉煎餅 因為昨天有一個新聞 好像有韓粉 來著啊 就是情緒有一點激動 對所以我們就想要知道 那為什麼會來支持這樣子的一個 罷免也好啊 是為什麼 我很笨啦 因為他啦 因為他做得太爛了 好你們 你炒包 韓國瑜市場 好沒關係 欸我跟你講 我這個平台啊 好就好在都是中立的 欸你想 我就不是那種什麼偏哪裡 那我想問一下 那你覺得他做得不好 都像是炒包 沒有人家 我不是 我是網紅 對對對 直播主 所以直播主的話就會比較中立一點 那到底是為什麼覺得他做得不好 他哪裡做不好 讓你們覺得很生氣 一定要來支持吧 他都沒在高雄啊 他整天 幾天跑 沒有 你要有的啊 你看人家在執行什麼 什麼 他懂不懂 他有沒有 看了地 在這一陣子 雖然是短短幾個月 可是 有沒有大家 都沒有 大家看不到啊 不是啊 太多啦 好那阿姨我想要請問一下 你看的那個是網路影片剪接的 有沒有看到 就是高雄發大財 高雄發大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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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講高雄發大財 這個只是一個口號 你要實際 你要怎麼讓高雄發大財 你要實際做出來啊 嗯 那是一個口號啊 那口號他真的會含 對不對 那阿姨我請問你喔 那那個質詢 我相信影片你有看到 因為我們這個比較中立 所以我有一些問題 我也是要問 這樣子的話 我們才能夠 好像不要說我們在欺負韓國瑜 對不對 那我想說 欺負他 他眼睛是水亮的啦 所以我想要問的就是 你有看完整篇質詢嗎 他在對黃捷 有有有有有 黃捷的 他其實有回答到黃捷的部分 他都說 他是 他是那個總機他叫分機組 那個是後面那個是第二次 但是他第一次是完全不懂 他可能比較陌生一點 他就想請問一下 沒有 至今區是他的政見 至今區好像比前選舉時代的時候還有 選舉之前他就提這個 結果他自己的政見都不知道 然後人家問他總目標是什麼 結果人家問他具體內容是什麼 結果他就講說目標就是 保守發大財 他不能只有講發大財 然後講出來 因為這是他的主要政見 其實我有看全部就是說 王傑他很清楚把 馬英九時代的 至今區的保守發財 所以他就去問 而且他知道進化庭局長知道 所以他他他知道誰知道 所以結果問了市長 他自己的 我承認他那一次的表現是沒有太理想 那可能是因為 可能是因為他剛好也才剛剛當選 那他市政還是要需要再閒手 那如果他的做事來講 烏露 清淤 治水 像這些東西呢 你覺得有沒有感覺 身為一個高雄市民有沒有感覺 其實陸平有在做 其實主要是說 公務員他們本身就是 水利府公務員他們本身都有做 但是重點是在 就是說他這些人間 他就是其實都是在 民主要選擇 然後 周周造勢 這點是人家不夠介紹 人家選 就是我講很多 人家就是很生氣 他們就跟人家講說要在高雄 嗯 那我再請問一下 那他現在他說了選上之後 還是繼續留在高雄 而且他選上了 可以讓高雄帶來更好的建設 帶來這個打仗 這個將領 他是沒有全力選擇戰場的 他現在民調就是最高 他等於是說人民要他出來 等於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民主社會 是不是少數不從多數 啊多數要他出來還是出來 其實 關於民調其實高雄是六成 一大 嗯 六成出來 而且就像是 民調也是他不幾個 可是那是 在高雄 在高雄這個地方大家就感受很清楚 所以你們覺得他不應該這樣子跑 可是 可是那他為什麼會出來呢 他有很多承諾 他包括說他市場要做 然後就要發掘一些什麼 花石油啦 愛情摩天輪啦 什麼迪士尼啊 所有的政見全部都要 啊大哥我再問一下 那假如說 現在就是全國的人民 你說高雄民調六成 可是全國人民希望他出來選總統 啊如果是民主社會 少數不從多數 啊如果說少數了 我們沒當選 少數就要出來罷免 那這樣子的話 符合民主 你覺得他的民調 全國民調是最高嗎 他一直在國民黨內就是最高 那現在都還是 現在你要看是哪一個 如果說你要看 黃天人物 其實很多的民調 已經 這個原因很簡單 其實 過去人家也許相近 但是很少有一個政治人物 半年的時間 你從事什麼行業 在鋼鐵業啊 鋼鐵業啊 業務嗎 不是 生產部門 生產部門 那大哥我想問一下 假如你現在在生產部門 當了一個基層 結果做了半年之後 你的董事長要提拔你當總經理 因為你能力非常的好 你要不要去 沒這種事 我們在 我們在 你進來 你做半年 你有能力 很簡單 我就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你功課很 國中生進去 功課很好 你讀半年 你說 你要直接跳到 第一季 建築中 不可能 因為很多東西 他都是扎扎實實 你就是必須要歷練 可是國中可以跳到 國一可以跳國三啊 還有國三可以跳到大學的 沒有人 真的 我前男友十五歲讀大學 是真的 但是這個是 這個東西 好 今天就是 在議會裡面 或是說 在任何的 就算是他當初的一些編輪會 或是一個最近的一些證監的一些編輪會 其實 所講出來的東西 沒有人覺得他是COR 我講實在話 裡面 OK 郭台銘 他是 他是在他的企業 但是他對政府 好 好 那大家給我問一下 對 你覺得他不夠自憂 他沒辦法跳棄 可是就現在大家就要他出來跳棄 那是 小部分 可是小部分就不會有造成這樣子的一個 所以很簡單 他就不會出來了 高雄這邊的意思 就是 而且被人檢驗 那如果說 他今天他為什麼人家會發 就是因為他沒有好處 他跳出來選 他總統他現在就要 必須要經過初選 他經過初選之後 結果怎麼樣 這個是考驗台灣人民的 可是你說 韓市長 他沒有做好就要出來選 可是這真的是人民的期待 他真的也不忍心這樣去拒絕 是嗎 真的 不然他不可能會出來 我跟你講 我認識國民黨他們的資深人 他知道他的過去 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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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跟認識我們都要很 而且這個是他親口講過的 好他講什麼 他 當立委的時候就是 都缺死 這個 這個 韓市長講過 他以前本來 對他本來就 對他都講過 可是他現在反省 有嗎 欸 你怎麼會說他沒有 他現在還有花天酒地嗎 他現在 老闆跟警察在聊天啊 他現在被高雄做了好多事情 老闆跟警察在聊天啊 還有陳雲媽媽啊 光北弱勢啊 情依啊 鋪路啊 毒房局啊 好多事情 不是他忘了嗎 是不是 這不是他上任李四川市長 已經哭了不知道幾百條了 不是他 那 李四川市長 他為什麼很多路 還是 都是破洞 這不是之前是五千個天空嗎 沒有 不錯 他已經公開 就是他已經鋪了 為什麼他還破 為什麼 為什麼李四川鋪得好台北的路 為什麼李四川鋪得好台北新北市的路 為什麼到了高雄李四川鋪不好高雄的路 欸 我也覺得很納悶 我跟妳講 公家的東西 其實大哥那個新聞啊 我有看到 那個路他不是鋪不好 對 他那個路不是他鋪不好 他那個路是因為他下水到污水管破損 所以一直漏水長期地基淘空 對對對 所以現在在搶修 水利局在搶修的喔 他為什麼還會下雨 因為那不是路 他沒有下雨過 那不是路的問題 所以那個是污水頭的管子 在新潔江那邊 污水頭的管子破掉 所以他們現在修的是 你又不是在市政府 我跟你講 我接過市政府的案子 這些東西我都懂 我有當過監罩 這個很誇張 沒有人入庫完之後 你不要跟他辯解了 我跟你講沒有辦法 我們真的理性的在一個對話 三月鋪好的路 已經驗收了 怎麼會一下雨馬上又會 那大哥 那為什麼之前 陳菊那時候有五千的天坑 那為什麼有五千的天坑 瓜哥少時間鋪 現在有比較好嗎 現在雨是不是也很大 那時候的施雨量 是現在的兩三倍 被掉資料出來啊 所以那時候有五千的天坑 湘韓有五萬個個 現在韓市長鋪的路 我跟你講啊 水利局長蔡局長那時候 他已經做全面的補償 全面的補償裡面 他已經調查出裡面 那些是破損 並不是破洞 為什麼會變破損 所以現在韓市長上任半年 就把路弄爛 水路局 我跟你講這種東西 每一個局處 他們一定是延續下來 今天當然是一個大方向 過去 以前也是做自衡 這些四幾年 多了四幾年 那大陸都會問一下 你自己什麼 你比較欣賞 那你有沒有覺得 韓市長他做的 有比較可以鼓勵的地方 還是全部都沒有 就很爛就很爛 我就自己大面 他出來選總統 沒有什麼好鼓勵的 你自己本身 很簡單啊 今天一個公司裡面的經理 你今天還沒有做好成績出來 然後就說 是大面叫他出來的 大概是誰 大概就是我們人民 我們人民就是董事長 沒有 我們要他出來 很多人民都是提問 高雄市民都是提問 那我覺得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到時候到最後 我們可能還是1月11號 就會比較清楚 不用到1月11 你就先出選過 欸對 也出選就會比較清楚 而且光高雄這邊罷美 就罷定了 對不對 謝謝大哥的答應 今天來這裡就是這樣子 我就跟你談談 對我知道 沒關係 我們民主社會 什麼什麼我們都接受 對不對 欸對沒關係 那沒關係 我們今天來是必須聽聽不同的意見 大哥謝謝 那剛剛這位朋友也是非常理性的發言 可是我覺得 可是我覺得齁 真的觀念不同齁 實在沒辦法一起說話 那如果是站在一個韓市長 什麼都沒錯 什麼都沒做 就是很爛很爛的角度 那這樣子的話 我跟你講什麼也都沒有用了 而且 所以我覺得齁 嗯 所以我覺得我們韓粉們一定要更加堅定喔 知道嗎 那剛剛的訪問 我覺得我也訪問不下去了 所以就算我說韓市長 欸他其實也承認韓市長路鋪的不錯喔 他剛剛是不是有承認說有在做事 鋪路是有 然後一下子又說韓市長的路又破了一大堆 對不對 我們大家可以去回去看一下齁 一下子有承認韓市長有鋪路 一下子又說我們韓市長路好像又什麼又破洞又怎麼樣 然後唉唷 頭痛了 韓市長上任李四川副市長鋪了這麼多條路 真的讓人民很有感 那有感的 我們就很中立的 是不是能夠給韓市長一點鼓勵 對不對 唉 就是很多都是這樣子的人啊 好我跟你們說齁 現在所有人都在等我 我剛才在直播的時候外面那一圈人都在等我 然後 好吧 那我看警察貝貝走了 你看警察貝貝走了 我看我也先離開吧 大哥我們可不可以回去啦 好我們跟大哥一起回去齁 好 不過齁我真的發現齁 他很固執沒關係 但是說不定他會想一想 他現在罷免韓市長的理由喔 他現在反對韓市長的理由 就是抓了一個點 叫做落跑 反正你落跑了我就罷免你 你落跑了我就不爽 我現在發現他的這個理由是這樣子 即使你有做事 即使他 我先進來 好大哥謝謝 納屬你送車那裡啦 對 所以即使他剛剛說韓市長 他剛剛有說韓市長有鋪路 鋪路是有啦 他還是要罷免他 所以現在已經 他罷免他的原因就是因為韓市長要去選總統 就是這樣子 啊好傷心喔 到奇境逛逛喔 那還不如去六合夜市 我今天想去六合夜市 好我們不可能去 改變他們的想法或是怎麼樣的 都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就好好做我們的事情 那剛才也聽到 那大哥算是蠻會說話的喔 學生學生比較 比較沒有在管喔 學生比較沒有辦法說出像這麼多的東西 那我再跟大家講一次喔 上一次滑下路破洞對不對 滑下路破洞是為什麼 那個大哥一直把滑下路拿出來講耶 滑下路破洞不是因為路鋪不好 那個路里四川才鋪了三個月喔 不是他鋪不好 是因為他的地下水的污水管一直在漏水 所以長期以來地基就掏空了 所以現在水利局呢 就去把他的污水管頭 他的污水管頭一直在漏水 把那污水管頭修好 所以我剛剛也問那個大哥啊 對啊那為什麼李四川 全台灣最會鋪路的人耶 就是李四川 全台灣最會鋪路的人鋪不好 鋪不好高雄的路 台北新北市的路評專案 都是李四川做的喔 那為什麼人家鋪的好高 台北的路鋪不好高雄 結果他就說 那個雨下的多大啊 高雄之前花媽五千個天坑 那雨下的多大 他又開始講雨下的多大了 他真的是很妙 然後我就常遇到這種鬼打牆的人 那我發現鬼打牆的人 其實 我有點不知道要怎麼去跟他溝通耶 對啊 然後他一下跟我說小學生 他一下跟我說國中生不能跳級 然後我跟他說可以 真的可以 而且現在真的是人民要韓市長出來嘛 對不對 我有問他 我還問他說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大哥 如果董事長要拉拔你做總經理 他說不要 他說他不要耶 那你都說你不要 你根本就 你根本就 不客觀了嘛 怎麼會不要呢 對啊 我真的再誠心問你們一次 如果你的能力很強 雖然只做了半年 董事長看到你的能力了 他要拉拔你做總經理 然後你說不要 剛剛那位大哥就說不要 他說他要從基層做起 他要慢慢做做好好 那你不能這樣硬拗了嘛 對不對 這樣硬拗就沒有意思啦 好啦 不過 因為剛剛全部的人都在等我 我覺得問獎人很好耶 問獎還在這邊等我 問獎在旁邊 他在我旁邊一直繞來繞去 所以問獎謝謝你 謝謝 不要客氣 好 所以還是很開心啦 那我們當然也希望中間選民 如果有不同的意見都歡迎留言 那不管怎麼樣我們就還是不要慢罵 我一直覺得齁 你在我底下留言 留什麼什麼腦殘韓粉啊 你罵我 我覺得這個是完全沒有建設性的 然後也讓人家覺得你的格調真的非常的低 所以大家如果要留言 如果有不同的意見 我們好好的表達 你可以說我看到學生這樣子 我覺得台灣沒希望了 你可以有論述 但如果你只是講人家說是白痴 還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就覺得就沒什麼太大意思了齁 那另外喔 如果你要有論述的時候 我在建議小小的建議 如果有論述的話 最後一句話 能夠是用正向的來代替 譬如說 哇 我看到學生這樣子喔 我真的心裡覺得非常的灰暗 台灣未來沒希望了 但是沒關係 好在我們還是有很多很不錯的年輕人 就是最後用一個最後用一個正面的把它再回過去 那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大家都會很開心啊 好 那我就繼續坐車喔 繼續坐車回到我要拿車的地方喔 今天深入敵區 警察走 我也走 好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記得幫我多分享喔 掰掰 掰掰